与你一起分享娱乐圈的那些事 赶紧来看看我这次带回来的什么好料吧 娱乐圈百花繁茂 岔子烟红 在这万花筒般的后花园里 有的花一路打怪升级 作响荣宠 譬如拱黄 国际章 有的花早早退圈嫁入豪门 譬如王燕 离姿 而有的花却看不破红尘 未婚先孕 成了一首带娃 一首演戏的单亲妈妈 TVB最近有一档访谈节目单对单 反响不错 节奏舒服 嘉宾也都是TVB很多有名的单身明星 例如第一期的黄日华 米雪 最新的一期请来的嘉宾是高海宁和陈秀珠 这些人中有的刚单身不久 有的则单身了20年 比如女明星陈秀珠 提起陈秀珠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不耳熟 但是他出演的电视剧 相信很多网友或多或少都看过 因为她是TVB知名的御用妈妈 例如《刑事真机档案4》中 陈秀珠饰演萱萱的表姨 《憨复成龙》中则饰演了萱萱的妈妈 以及《警犬八打》中饰演钟嘉欣的妈妈等等 其实在陈秀珠年轻的时候 她也算是TVB力捧的花旦之一 与她同期的女演员有陈玉莲 翁美玲和七美珍等人 1958年生于香港的陈秀珠 在长到21岁时 突然萌生了个想法 争当港姐 彼时她正在航空公司做空姐 因为反应迟钝 性格软糯 被大伙叫做金牛 明明有个铁饭碗 为何还要抛头露面争当港姐 原来陈秀珠当时很喜欢演员妙千人 得知偶像要参加港姐选拔赛 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可惜的是陈秀珠最有一腔热血 却没能进三强 混了个脸熟 就回来继续做老本行了 工作之余 她还接些杂志广告 有次TVB监制李鼎伦看到她的照片 便打电话叫她过来做监制主持 算是半只脚入了圈 一开始只是做早六点和晚十二点的冷门节目 每天抱抱节目练练口舌 时间长了 领导见她挺有观众缘 索性签她做演员 TVB群星璀璨 陈秀珠出来乍道 哪里轮得到她出风头 1981年 陈秀珠出演处女作苏启儿 在刘德华 周润发 迷雪等主创身边 她渺小的好似不存在 好在她足够机灵 面旁又几具辨识度 没多久便接到追女仔 笑傲江湖 射调英雄传等大热资源 成了TVB炙手可热的当家花旦之一 1985年 陈秀珠代替刚逝世的翁美玲出演 陆小凤之凤舞九天 将女主角晶晶演绎的唯妙唯笑 童年出演精英剧作《雪山飞狐》 把苗人凤之妻 南兰饰演的又是别有一番风味 32岁这一年 陈秀珠首次来到内地 拍摄复义围版《风神榜》 女娲娘娘在她的演艺下 多了几分灵动 这也让内地观众认识到她 听起来似乎一路顺风顺水 但想成绝又谈何容易 1981年拍摄戏班《小子》时 同剧组的关海山作为老前辈 以演戏不够悲情为由 当着众人的面给了陈秀珠一巴掌 事后她也只能自我安慰 毒填伤口 拍摄《银楼金粉》时 有场戏需要她先被人打 后气地往后躺 剧本原定陈秀珠往后躺时 有人一把扶住 但正式开拍时 那个人却仅用膝盖和脚抵住 陈秀珠一时失重 便直挺挺地摔了下去 顿时挫伤尾追骨 疼到难以忍受 但戏还得继续拍 也许是不堪忍受做艺人的苦 陈秀珠演完《封神榜》后 便悄悄退了圈 突然吸引 自然是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后路 1990年前后 陈秀珠与马来西亚富商 林巫童之子林志华相恋 对方家大业大 老爸林巫童曾被 马来西亚国王授予爵士称号 更与澳门赌王何鸿燊 韩国赌王田乐园 澳门赌圣叶汉 并称亚洲四大赌王 不可谓不显赫 二人相恋没多久 陈秀珠便跟着林志华 去了马来西亚 据说是一块做生意 但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外人一概不知 蹊跷的是 1995年 陈秀珠突然回国复出 对外声称两人已分手 那之后 他绝口不提林志华 并将全部精力用于演戏 可惜 早已过了风华年代的陈秀珠 只能演戏恶毒女二 打酱油配角 再也回不到曾经的风华绝代 1996年 陈秀珠出演戏游记 将铁扇公主塑造成 彪悍母老虎 同年 饰演刑事真机档案2中的 配角杨小精 1998年 又出演 《诗乃强人》和《千里姻缘都错圈》 即使作配 也演得有趣又生动 就在他拍戏 一部《伊勒乎》之时 一个惊天大瓜 硬生杂地 陈秀珠有孩子了 1999年 陈秀珠在美国 生下儿子陈迪嘉 希望儿子能像迪嘉奥特曼 那样保护自己 其实早在拍摄 刑事真机档案2时 就有人拍到 他挺运度外出 只是生父 身份不详 网友经过多番搜查 发现嫌疑人 只可能在前任林志华 和最后一位男友 小陈秀珠 20岁的新加坡男人之间 可就算大家怎么问 陈秀珠都不肯说出 孩子他爸是谁 只是声称 自己不再相信婚姻 也从没想过结婚 互联网的记忆 毕竟是短暂的 受影响不大 没多久他便接下 金之玉孽出演皇后 获得最佳剧集优异奖 又凭借田孙爷爷 入围万千星辉 最佳女配 那段时间 他既要飞往美国 陪儿子念书 又要几时间 被台词赶通告 有人曾拍到 陈秀珠棚头 购面外出办事的模样 他看上去 一下子憔悴了许多 遗憾的是 因为年幼不经事 儿子陈迪嘉 并不理解母亲 甚至常将那些 要签名的粉丝 一把推开 末了还不忘 恶狠狠地瞪上几眼 在城寨公园 拍银楼金粉时 刚放学的陈迪嘉 被工作人员 带到监视器前 导演半开玩笑地说 你妈妈的这个镜头 让你来做导演 你来决定 好不好 没想到 他看后 意义正言辞地回道 不可以 不收获 想来 也是既好笑 又无奈 从拿着铁饭碗的空姐 到风雨飘摇的TVB艺人 从一心求爱的痴情女 到隐瞒生父不问红尘的单亲妈妈 陈秀珠的一生 难说到底值不值得 与她同时期出道的 翁美玲 吴倩威等 去世的去世 隐退的隐退 大家谁也谈不上好 更说不上坏 在单对单访谈节目中 陈秀珠也透露了 她当时的心境 不后悔 但若再给她一次机会重来 她绝不会这样做 也不鼓励大家这么做 回忆起这段 未婚生子的经历 陈秀珠还是忍不住流泪了 有一次她问儿子 妈妈照顾了你这么多 是不是没有爸爸也可以 没想到 儿子的回答令她扎心 她说 这只是你认为的 那一刻陈秀珠才明白 其实自己的儿子 是很在意缺失的父爱的 妈妈的爱固然重要 但童年没有父亲的陪伴 多少还是少了些味道 主持人李芷珊问她 儿子是否有问起 生父是谁 陈秀珠说 她有想过告知儿子 不过她儿子小时候 其实并不在意 如今长大了 反而想知道了 陈秀珠此时却认为 儿子二十一岁了 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 没必要知道 生父到底是谁 包括陈秀珠身边的 亲密家人 朋友都不知道 不得不说 陈秀珠这个秘密 族族保守了二十年 也是很厉害了 谈到自己二十年的 单身生活 陈秀珠说 自己也不想单身 也想有个可以 甜甜蜜蜜的人在身边 但事实却很难 不过单身久了 陈秀珠反而觉得 还挺好的 一个人可以做 很多自己喜欢的事 她认为 男的也有更年期 到了年纪会唠叨 自己这样一个人 也不错 节目中 陈秀珠还爆料说 自己其实在中学 毕业时期 就订过婚 那个男孩子 是她主动追求的 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只不过 她要出国读书 加上陈秀珠 后来进了 充满诱惑的娱乐圈 觉得什么都很新鲜 就没有和她走下去了 说起这段经历 陈秀珠遗憾中 也充满了愧疚 因为她觉得 所有的感情中 就这一段 她觉得有负于她 对不起她 陈秀珠这一类型的 女性很多 到了这个年纪 她们是渴望爱情的 只不过 需要等那个 有缘人的出现 前段时间 陈秀珠自曝 离开老东家TVB 打算和儿子 去国外生活 今年已63岁 她的确到了 该退休的年纪 但回望整个无限 艺人们有北上捞筋的 被挖墙角的 还有闹掰后 老死不相往来的 人才流失 显直不要太严重 日后 再想看到陈秀珠 出演TVB电视剧 恐怕是不容易了 但愿寒冬撂翘 孤着难眠之际 每当内心的苦楚 又开始翻江倒海的时候 陈秀珠能想一想 自己曾经饰演过的 万千角色 心头也能多几分 慰藉与释然 那么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您播报 明星的趣闻趣事 和明日不见不散